贝里斯吉霍伦连利伦 3月8号因为舵机故障 搁浅在台东复岗港外海堤之后 到现在还在设法要修复脱困 不过最近因为封面来袭 移民署台东县专情队 还有基隆港国境队花联港分队 担心霍伦上面16位外籍 和陆籍船员身体状况 特别吸手佛教慈籍基金会 透过了亚洲船物代理公司 橡皮艇协助接驳 把募集到的防寒物资提供给 连利伦的船上船员 传递了人道关怀 贝里斯吉霍伦 至这个月8日在富岗外海 因为机械故障 导致搁浅后至今已经十多天了 而目前正在进行货物的卸载工作 希望既有减轻重量后 利用潮汐进行脱困 由于目前有封面过境 移民署台东县专情队 以及基隆港国境队花联港分队的成员 担心在船上16名成员的健康问题 特地攜手佛教慈祭基金会 将预寒的物资送上货轮 提供给船员 传递人道的关怀 从过期3月8号 贝里斯轮船 在台东富岗港口外体搁浅以后 那我们就积极来去募集 他们可能天气寒冷 需要一些防寒的物资 那提供给船上的16名的外籍船员 透过佛教慈祭基金会 他们特地有一位螺丝舰 从台北 那在运这些防寒的物资 包含毛衣 外套 背心 还有围巾 暖暖包 袜子 而台东县专情队者表示 移民署秉持的人道关怀精神 同时也感谢佛教慈祭基金会 以及各界捐赠的爱心资源 让贝里斯及货轮上的船员 可以感受来自台湾的爱心 同时也呼吁 在台的外来人士 如果有生活上的问题 需要进行咨询 可以拨打移民署的服务热线 1990 或是台东县专情队的专线 089-342-095 将会有专人提供相关的服务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